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0月5号星期四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 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是中共三中全会与习近平的党内全争 第二个是中国向瓦格纳出售侦查卫星 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 10月5号直播二的药文简报,第一个 法新社报道,北京云泽科技公司以3100万美元的价格 将中国常光卫星技术公司的两颗卫星 出售给高分辨 高分辨率的观测卫星出售给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叫 NikaFruit NikaFruit是瓦格纳投姆普里格金的公司 这两颗为中国卫星分别是金融一号 和金融一号 第12和金融一号第13 它处于 它的高度是535公里的轨道,目前这两颗卫星仍然在正常的运行 并且向瓦格纳提供服务 北京云泽科技公司是2013年8月在北京成立,法人代表和总经理都是张志凯 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技术开发和咨询服务等等 瓦格纳集团用这个卫星图像做了两件事 第一个是帮助瓦格纳在乌克兰打仗 通过卫星图像,瓦格纳获得乌克兰战场的情报 瓦格纳集团的头目普里格金今年4月份曾经在Telegram上面说 说这个国家除了瓦格纳谁还有侦察卫星 当时的瓦格纳集团在巴赫木特与乌克兰军队激战 曾经占领过巴赫木特,第二是 用来准备6月份的兵变 普里格金的手下在5月底 订购了80张俄罗斯的图像 这个图像涵盖从乌克兰边境到莫斯科 这些图像就是瓦格纳今年 今年6月份兵变走的路线 法新社的报道还指出,美国政府知道云泽科技公司向瓦格纳集团出售 提供卫星图片 那么今年2月份美国商务部把云泽科技列入制裁名单 理由是云泽科技为俄罗斯军事 和国防工业提供支持和帮助 欧洲航天专家认为中国政府肯定知道中国企业向瓦格纳出售卫星 和卫星图片服务 那么中国美国和法国都是因为这些卫星图像 提前知道瓦格纳兵变 那么这些消息的公布 实际上是美国在向中国施加压力 这是第1第2 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5号在索契 出席一个外交政策论坛 普京在论坛上说瓦格纳集团头部普利格金的空难 是因为有人在飞机上引爆了手榴弹 不是导弹袭击造成的 普京说 空难调查委员会向他汇报了 调查的进展 调查人员在遇难者遗体中发现了手榴弹的碎片 飞机没有受到外力冲击的痕迹 普京没有提到手榴弹是怎么样引爆的 那么普京还说 联邦安全局在瓦格纳兵变之后在瓦格纳办公室发现了5公斤可卡因 他批评调查人员没有对死者遗体进行酒精 和药物检测 那么普利格金是8月23号坐飞机从莫斯科飞往圣彼得堡 途中飞机在 特维尔州 特维尔州坠毁 包括他在内的10个人死亡 那么当然乌克兰方面说不确定他已经在飞机上 那么普京的这番表白其实是要摆脱 他自己 和普利格金之死的关联 他摆脱自己的嫌疑 另外普京在论坛上还宣布俄罗斯已经 测试了这个 叫布雷维斯特尼克的核动力巡航导弹 布雷维斯特尼克 核动力巡航导弹 是采用核推进力 比其他的巡航导弹 在空中停留的时间更长 打击的距离更远 能够携带核弹头或者是常规弹头 不过呢西方专家对 测试成功表示怀疑 为什么因为 专家都认为核发动机的核发动机非常不可靠 布雷维斯特尼克 特尼克2019年8月在白海 白令海进行测试时发生爆炸 造成了5名核工程师 和2名军人的死亡 而且放射性 短暂激增引发了附近城市的恐慌 那么普京动不动就进行核炸已经没有用了 另一方面 俄罗斯消息报报道说 俄罗斯和 阿布哈茨签署协议 在阿布哈茨的黑海沿岸 建立永久性的海军基地 俄罗斯在08年入侵格鲁吉亚 格鲁吉亚 确认格鲁吉亚的南奥塞蒂 和阿布哈茨 作为独立的国家 并且在这两个地区驻军 这表明俄罗斯正在寻求另外一个海军基地 代替目前黑海舰队 在克里米亚的基地 也就是说 普京其实俄罗斯自己也知道 克里米亚 现在问题有点风险 那么9月份 乌克兰炸毁了克里米亚 这个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的总部 炸毁了黑海舰队停靠在克里米亚 叫塞瓦斯托波尔港的潜艇和登陆舰 所以 他们开始寻找其他的基地,知道那已经不安全了 第3 法新社报道 俄罗斯导弹10月4号中午,袭击了乌克兰哈尔科夫 库比扬斯克的一个村庄 造成了51人死亡,包括一名儿童 导弹击中了一个咖啡馆 当时有60人正在举行丧礼的守灵仪式 这个乌克兰方面分析导弹残骸发现 导弹是俄军的 伊斯坎德尔短程弹道导弹 乌克兰国防部指出,俄军攻击的地方没有军事目标 而且俄军故意在午饭时间发动攻击 造成了大量的伤亡 借此恐吓乌克兰人民 这是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的又一起 屠杀平民的暴行 泽连斯基总统在推特上发帖说,必须制止俄罗斯的恐怖行为 所有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的人都是罪犯 那些继续支持俄罗斯的人都在支持邪恶 白宫发言人让皮尔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怖,这就是乌克兰每天发生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竭尽全力帮助乌克兰 帮助勇敢的乌克兰人民为自由而战,为民主而战 让皮尔要求美国国会 现在就追加乌克兰援助资金,他还说 拜登政府正在制定另外一个援助乌克兰的计划,其中包括新的武器和装备 另外,泽连斯基在10月5号在欧洲行政 行政体 峰会上说 乌克兰获得了明确的情报,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得到喘息 他修复军事能力,到2028年俄罗斯就会攻击波罗的海国家 波罗的海国家是俄罗斯扩张计划中的重点国家 第4 路透社 IPSO 联合 10月10号发表一个调查报告 这个民意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显示 美国民众对军援乌克兰的支持率在下降 有41%的受访者同意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那么已经低于5月份的46 支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35%的人不同意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比5月份的29%要高 52%的民主党人支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低于5月份的61 从61跌到了52 35%的共和党人支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你看共和党的态度就是这样 那么第5月份的39 34%的民主党人认为乌克兰战争不关他们的事,不应该干涉 到时候你就要面对 面对俄罗斯军队 那么这份调查是在美国全国范围内进行 调查了1005名美国成年人 精确度在4个百分点 第5 香港土地注册处10月4号公布9月份 房屋买卖情况 9月份房屋交易 3000%的情况 1893宗 那么环比下跌了16.5% 这是今年第1次 在香港的一个月的 这个 房屋买卖 跌到了4000宗以下 这是一个月哦,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的时间 非常 香港股票交易暴跌 现在房地产交易也在暴跌 你很难想象香港一个这么大的城市 一个月的交易 不到4000宗 那么香港9月份的房屋交易总值是298亿港元 环比下跌了14.7% 与此同时香港的经济数据也非常的差 香港第2季度经济增长1.5% 低于市场预期的3.5,预期3.5跌了 结果是1.5% 跌少2个百分点 7月份出口同比下跌9.1% 8月份同比下跌3.7% 连续16个月下跌 那么今年4月份到8月份 香港的财政赤字1362亿港元 我在香港的时候从来香港从来没有过赤字 现在有财政赤字 截止8月底 香港的财政储备 6986亿港元 环比减少了391港元,因为才财政赤字 那么香港 香港财经事务和库务局的 前局长马世亨 马世亨 马世亨 接受香港01 媒体,香港媒体叫香港01的采访 马世亨说,目前香港经济 是20年来最差的 各行各业都面临困境 股市房地产市场下跌 股市下跌,房地产下跌 香港市民比以前更贫穷 消费能力在减弱 马世亨形容目前香港是负倍受敌 地缘政治关系令外 外资流入减少,其实是流出 但是中国经济的问题也很多 香港不能像以前一样 背靠中国 那么香港财政储备正在减少 香港政府有公共财政的压力 另外 香港上市公司商会主席梁家章说 欧美资金已经远离香港资本市场 香港政府不要再依赖外资 也不要依赖中资,要另谋出路 真搞笑啊 梁家章说,香港政府吸引新的资金,以中资为主 在中国经济变差的大环境下 香港资本市场也会受到影响 梁家章建议香港要到中东国家开拓新市场 吸收新资本 今年以来香港的恒生指数 已经下跌了11% 是全球表现第四差的股市 德勤筷子事务所估计 今年前三季度新股上市筹集的资金 只有27亿美元 是20年来最低的 20年来最低的 在全球集资市场排名 跌到了第八位 这就是什么 这是金融废墟啊,香港已经失去了 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经变成了金融废墟 第六 香港富豪李嘉诚最近在香港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的采访 10月5号播出第1期 李嘉诚退休5年以来很少接受采访 他95岁,现年95岁 神采奕奕,真情流露 李嘉诚说 他最近在手机上玩人工智能,他问人工智能 香港和新加坡是不是竞争对手 人工智能回答说 港星两地是竞争与合作的混合体 他觉得答案挺有意思 香港和新加坡一样都是由海港渔港 变成国际都会 两个地方都是传奇,有很多相识之处 需要互相学习 李嘉诚认为新加坡现在的发展 得益于已故总理 这个李光耀的伟大领导 那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埋怨李光耀建立的制度 是套在他们头上的金刚圈 可是李嘉诚,李光耀当时 是要改善人民意识住行,又要打造未来 定出的制度 已经是人性化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历史 很多时候就不太公平 李嘉诚透露有一次和李光耀吃晚饭 他要李光耀从政,从商 李光耀叫他从政 结果两个人哈哈大笑 李嘉诚说他很怀念李光耀 第七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广深港高铁 香港段 很短的一段,就是从香港的西九龙 到福田口岸 很短的一段 2018年9月通车 5年来亏损了35亿港元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总长是26公里 连接香港的西九龙 和香港边界 造价是853亿港元 香港铁路的财报 显示 2018年9月到2019年年底 香港 武汉肺炎 疫情爆发 之前 高铁的香港段载客量630万 收入18亿港元 之后 中国 中国海关关闭 关闭边境 所以高铁一直停运,直到今年的1月15号 高铁香港段五年来运营亏损9.51亿港元 根据香港政府与港铁的运营协议 政府每年补贴高铁8亿港元 如果载客量没达到协议水平,香港政府还会向 港铁支付补偿 如果算上政府的补偿 和补贴 那么总共这段高铁总共亏损了35亿港元 这就是为了讨好中国政府的一个 香港叫它叫大白项工程 就是 看上去很大 但是没什么用,完全没有经济效益 第8 香港高度法院10月5号批准了融创中国的美元债 重组计划 这意味着融创中国逃过了美元债的破产危机 融创也是中国第一家 扫除 债务重组障碍的爆雷企业 爆雷房企 融创中国是9月18号发布公告 境外债务重组获得了高票通过 那么债权人数通过率是99.75% 债务总额通过率是98.3% 预计削减债务45亿美元 9月19号融创就美元债重组向美国法庭申请破产保护 这跟恒大是一样的 你要债务重组,你要申请破产保护 防止这个破产保护 期间 防止债务重组期间有人申请你破产 那么他获得了美国法庭对香港法庭 债务重组的认可 按照重组计划融创中国将会通过 债转股的方式削减45亿 美元的债 那么大幅的减缓流动性的压力 那么剩余债务还会发行新的票据进行置换 期限是2到9年不等 票面利率5%到6.5%之间 那基本上融创中国就赢得了两到三年的缓冲空间 那么债转股基本上是目前化解 民营房企危机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可以把短期流动性,短期流动性就是你 你很快要还债,但是你没钱 这叫短期流动性的危机 转为一个中长期的信用危机 中长期你要经营好,你到时候你还得起 你要是经营的不好 你到时候还债还是还不起 所以一样会有危机 第九 美国劳工部10月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9月30号的一个星期,美国首次 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是20.7万 少于一期 比上星期增加2000人 由于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罢工 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推高 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 4个月平均值是20.8万 是2月份以来的最低值 截止9月23号的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 166.4万减少了1000人 那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仍然非常紧张 另外 彭博社报道,美国商务部10月5号发布数据显示 8月份美国贸易逆差是583亿美元 环比下跌10% 是2020年以来最低的 8月份美国出口额2560亿 上升1.6%环比 商品出口 商品出口 商品出口1715亿 服务出口是845亿,创下有纪录以来的最高值 进口是8月份进口3143亿美元 下跌0.7% 商品进口是2560亿美元,环比下跌0.9 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逆差是227亿美元,减少了13亿美元 降到5个月的最低值 你可以看到 截止8月份的12个月当中,美国进口中国商品 占美国进口商品总额的 14.2% 那么中国商品的份额降到了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那显示美国进口中国商品在回落 持续的回落 10 彭博社报道 加拿大统计局10月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加拿大最高收入家庭 和收入最低家庭比较 两者可支配收入的差距是45.1% 比去年前 低于去年前的47% 加拿大统计局指出 贫富差距缩小的原因是加拿大政府 发放补贴 发放补助金和其他的援助 减轻了贫困家庭因为通胀承受的压力 过去一年加拿大政府向低收入家庭发放了 470亿加元的补助 合约是324亿美元 同比增长8% 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获得的政府补助金增加了20% 75岁以上的老人退休金增加了10% 加拿大好吗 加拿大非常好 11 路透社报道 欧盟峰会将于10月6号开幕 制定去风险并且确保经济安全的战略 欧盟希望减少对战略产品的依赖 比如电动车的电池 那风电七轮机组当中的稀土 中国目前生产和处理世界60%的里 90%的稀土 欧盟希望在2030年之前 推动相关原材料在欧盟成员国内部开采 回收和处理 确保任何第三方提供的关键矿物 都不超过65% 欧盟还希望 根据地缘政治变化重新评估经济安全风险 欧盟委员会建议对四大领域进行评估 包括半导体 人工智能 量子和生化技术 这些量子计算 和生化技术 这些领域可能被其他国家用于军事 或者侵犯人权 欧盟委员会强调评估不针对特定国家 但欧盟提到要和理念相同的国家进行合作 而且要趋风险 趋风险就是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目标就是中国 十二 韩联社报道 香港明星周润发 10月4号在釜山电影节 被授予亚洲电影人奖 周润发10月5号在记者会上说 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之后 政府限制措施令香港电影处境艰难 香港电影人不得不看政府的指向 否则很难筹到足够的资金拍片 但香港电影人也会尽力创作展现香港精神的电影 周润发说 韩国电影最大的竞争力在于创作的自由 和广阔的题材 韩国电影人自由度很大所以他们有无限的想象力 创造力 这次釜山电影回顾了周润发的电影生涯 放映了周润发的代表作 英雄本色 卧土长龙还有他的星座 别叫我赌神 13 美国之音报道音乐剧天安门10月4号在美国亚利桑那州 凤凰城展开世界首影 当晚有2000多名200多名观众观看了演出 天安门以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为背景 讲述了两名中国大学生在抗议期间的经历和爱情 音乐剧的策划 顾问是吴尔开西 他表示这部音乐剧通过 赞扬追求自由的学生 提醒观众 当前中国面临着天安门事件一样的困境 天安门音乐剧经历了三年的创作 期间面临种种的困难 就在首影前一个多月8月25号 音乐剧的男主角 则在instagram发帖退出天安门的 音乐剧 当时他正在与白老汇剧团 在中国巡回演出 制作方唐吉科德影视的代表罗斯表示 由于担心亲属在中国的安全 该剧的原导演和男主角都退出了音乐剧 音乐剧现任导演 达伦李说 自己接下导演的职务也挣扎过 这是他第1次在接戏前 先问过父母 确保没有亲属 会受到威胁 才同意指导天安门这部戏 14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联合国大会10月10号 将会投票改选 新一届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 人权组织敦促各国 阻止中国连任 就是中国 中国担任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 成员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 因为当今世界 中国对人权的侵犯无处其右 那么在15个将会改选的席位当中 亚洲占4个 参选的亚洲国家也有4个包括中国 这意味着中国在无人竞争的情况下 会顺利的连任 人权观察要求各国不要投票给中国如果中国不能够取得过半数 成员国的支持 就不能当选 人权观察前中国部主任李察生表示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理应是秉持 最高人权标准的国家 然而中国不仅犯下人权方面的严重罪行 更加系统的阻碍联合国人权机制发挥作用 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 支持这项倡议 他批评中国不进行 不仅对内打压人权 对外还胁迫其他国家的 压迫人民 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 今天有点长,今天讲了半个小时的腰稳 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 中共三中全会与习近平的党内全争 现在时间已经到了10月份,但是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什么时候开 三中全会的议题是什么,外界没有半点信息,这个情况非常不寻常 那么甚至有人怀疑习近平是否准备开三中全会,这当然不可能 一定会开 是时间的问题 一般来说 三中全会11月份开的机会比较大 但是如果11月份开 陆陆续续都会有一些消息露出来,我们以前在采访中国新闻的时候 通常中全会之前都会有一些风声出来 但是到现在啥风声都没有,很奇怪 那么近年来习近平不断的提升所谓的安全意识 安全意识就是啥都保密 啥都讲政治 甚至连中全会的时间也都是只是 在召开前才公布,所以习近平 越来越把中共当成地下组织,而不是一个执政党 那么所以这件事情不太寻常 那从日经亚洲报道,说中共元老严厉的批评习近平的情况来看 中共党内权力斗争应该是非常的激烈 那么相信这里面有一系列的争议 其中包括一万东西 什么呢?就是路线斗争 中共的路线斗争,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什么叫路线斗争?就是选择怎么样的政治路线 你比如说 邓小平 邓小平选择了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 那习近平,习近平在第2个任期,也就是过去5年 他是选择的政治路线 他没有经过中全会 他只是自己就 让大家复归社会主义,国进民退 那么所以现在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 和中共的政治路线 有因果关系,有逻辑关系 而习近平的这种政治路线 显然不符合中共作为唯一执政党的政治利益 这也是为什么中共元老 严厉批评习近平的原因 当然政治路线其实他背后是什么 政治路线背后就权力之争 权力之争最终反映在哪里 人事安排 那就是 谁去掌权 权力之争 路线之争后面是权力之争 权力之争最后落脚点就是人事 安排 那我认为第一 当路线之争有结果的时候 那人事安排也就基本上要反映这个结果 你比如说 如果你放弃 这个放弃 改革开放 那你就会用什么人 那权力都会跑到谁身上 跑到那些保守派身上 跑到习近平那些 铁杆粉丝身上 那如果你翻过来那是另外一些另外一种安排 所以 路线之争的结果一定会反映在人事安排上 那人事安排基本上也会反映这种结果 所以 人事安排的结果就是政治路线的选择 这是第1条 第2条 当人事安排 利益各方达成了交易 就是各方 同意了我们就这么安排 那三中全会的议程和时间 就可以公告了 也就是说你翻过来讲 如果三中全会一点消息都没有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进程 到目前为止没有结果 就是说大家 党内的各方 利益体 利益方 仍然没有达成协议 就架还没有打出结果来 打架也要有结果 那么有两件事和党内的权力斗争有关 第1件事就是军队的大清洗 那么这件事情几乎可以看到是我们看的比较明显 从哪看到就是国庆招待会 国庆招待会 军委副主席 张又霞出现了 张又霞为什么关注他因为 国防部长 国防部长 李善福 李善福 是张又霞的下属 而且应该是张又霞推荐 那李善福出了善 是到现在应该是应该是没有什么 没有可能再付出了吧 那么所以张又霞有没有责任 习近平怎么看待张又霞 那所以大家都在关注张又霞到底怎么样 那在国庆招待会上张又霞又出现了 说明什么 说明他已经过关了 说明习近平需要张又霞 稳住军心 这是第1个 第2个 前军委副主席池浩天也参加 这方让人非常意外 为什么 中共元老 对习近平有意见 派了三位元老去北戴河 传达元老们的意见 三位代表 池浩天是其中一个 另外两位是 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 和前人大委员长张德江 那池浩天出席国庆招待会 那一定是习近平安排的 因为不安排他是不会来的 他不会出现 那习近平为什么要安排池浩天 参加国庆招待会呢 多数 是安抚 中共元老的成分为主 那习近平去安抚 中共元老 是不是就意味着习近平需要 在政治上做出某种妥协呢 甚至他如果你在政治上做妥协 那一定要在人事岗位上 让出一些岗位来关键性的岗位给其他的派系 就是你要安抚的派系 通常就政治上的交易就是这个 所以 所以你可以看到 军队的大清洗 跟这个安排是有很大的关联 否则习近平做这么大规模的清洗 就不具备必要性 这是第一,第二 对外关系 尤其是中美关系 在中共 中共的改革,从1978年开始 实际上再往早一点,就在中共的政治逻辑当中 中美关系基本上是每位总书记 都要认真对待的议题 把中美关系搞坏了 实际上是中共元老 批评习近平的其中一个议题 所以你想一下 所以现在我们最新的说法是 习近平已经决定了参加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的峰会 而且会和拜登会面 会谈 华盛顿邮报10月5号报道 美国官员表示 已经相当确定美国总统拜登 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下个月将会在旧金山会晤 美方已经开始着手筹备工作 亚太经合组织APAC领导人峰会 今年的11月份在旧金山举行 习近平9月份没有参加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 那么这件事情引起各界强烈的关注 甚至引发了外界对习近平的 位置 权位的猜测 那么习近平跟拜登会面 那当然目标就是缓和中美关系 当然 缓和中美关系并不能够解决中美之间的分歧 除非 习近平调整他的对外战略 降低战狼外交的侵略性 否则中美关系 改善 可能性是零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习近平跟拜登的会面是否意味着 某种战略妥协 因为 你妥协了 中美习近平的战略妥协 实际上就是缓解党内政治压力的其中一个方式 另外 台湾媒体报道说最近两任 国防部长一个是魏凤和一个李尚福 相继落马失踪 所以解放军内部 解放军内当然是高官内部 流传的一种说法 说什么呢 八一大楼不吉利 八一大楼是位于复兴路的7号 西长安街 他在军博的右东侧 他是中央军委的办公场所 那么这座建筑物 出入的解放军高官 下场都不大好 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 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一死 一入狱 前军委委员张扬 前军委委员房峰辉 一死一入狱 然后最近两任国防部长李尚福、魏凤和 先后被抓 下落不明 所以解放军高官 视八一大楼为凶宅 只要跟他有关联 关系 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当然这种传言有点 不一定是真的 但是这个传言你可以看出 大清洗对解放军士气的打击是非常大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三中全会可以成为观察习近平 在党内斗争的处境的一个窗口 德国的商报今天刊登了一篇这个客作评论文章 这个评论文章叫 台海战争是真实的威胁 作者是Daniel Stilter 他提出一个问题 他这么说他说 中国经济增长是在减弱 这是否会促成中国领导人进攻台湾 这件事情其实拜登总统也提过 文章说美国正在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活动 并且建立新的联盟 但是观察家认为 美国还需要10年时间 才能在军事上 建立有效的威慑 如果这个评估是正确的,我认为这个评估不正确 如果这个评估是正确的 那中国领导人是否 是会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 采取军事行动的成功率会降低 所以就 先发制人 文章说不久前全世界都认为中国取代美国 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只是时间问题 但现如今中国经济大幅放缓,人口萎缩 然后生产效率 生产率增长放缓 所以和美国相比 中国已经达到了顶峰 所以领导层 必须抓住这个时机 他说 中国毫无疑问正在为冲突做准备 登陆台湾的演习正在进行 给军队升起武器装备 扩建靠近台湾的沿海 军事设施 那么而且 中国在扩大粮食储备 石油的库存也在上升 甚至在金融方面 正在采取预防措施 寻求SWIFT金融 结算系统的替代方案 他说按照经济学人的分析 中国的粮食储备世界第一 可以维持18个月的供给 中国系统性的确保了沙特 那些不认同西方国家的石油供应 而且俄罗斯毫无疑问都会都是属于中国阵营 作者评价说 说这一切都可能是预防性的措施 因为中国害怕美国进攻 但是因为美国正在积极的在区内活动 这也有可能是中国进攻台湾的前奏 因为中国认为就现在才有机会赢 那么就连美国前国务卿金星格最近也发出警告 说建议目前的关系发展 他说我认为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 那么一旦战争爆发 西方对中国的制裁 是可以预见的 但是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可能难以避免的会遭到破坏 将对世界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这篇文章我觉得是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逻辑的 就是说 经济放缓 以及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活动 会不会令习近平铤而走险 从逻辑上是有关联的 但是我认为 影响习近平铤而走险的 主要的还不是外部因素 主要的还是内部因素 就是说党内权力斗争的因素 那么现在有个说法是 就是 其实在中共二十大之前 习近平连任的一个理由是什么就是统一台湾 作为习近平连任的统一 这个理由 那 对于习近平来说 他最有可能 武统台湾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当初 他连任的理由 成为攻击他的 原因 你不是说当初说 你想连任原因是你要统一台湾 你看 统一成啥样 这被人将军了 那被人将军怎么办那我们就准备打呗 对这种这种我认为这种 这种背后的逻辑可能是更强的 对他的影响会更大 因为这种政治压力 你基本上 对习近平来说很难抵抗 很难抵抗 因为在中共的政治逻辑当中 统一台湾是每一任总书记的一个 政治使命可以这么说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 我认为外部的因素特别是刚才他讲的这个经济因素我认为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还是 党内权力斗争他面临的政治压力有多大 好吧那我们就抛装引玉把这个话题提出来 看看各位网友有什么高见好吧 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推荐我们用我们的Patreon服务,我们Patreon服务在 视频的下方有链接 两个特点 一个是没有广告 一个是 有应聘服务,开车上下班的网友 可以考虑我们订阅我们的Patreon 或者不愿意看广告的网友,也可以订阅我们的Patreon 好,提问 请问王老师为什么国内各个行业经济下降的这么厉害 所有的人都在讨论2023年经济增长 4还是增长5 不应该是下降4还是下降5吗 不明白 不明白为啥是这个情况 这里面有一个因素,什么因素,就是国家统计局的因素 国家统计局,它建立了一个框架 那这个框架呢 在我来看呢 你基本上是 当中国,你比如说去年,去年中国经济 去年中国经济,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低于2%的 那他把这个中国经济 拉起来 拉起来 拉起来,你就在这个框架之下去理解中国经济的状况 就差不多是这样 就说 在国家统计局的框架之下 那中国经济涨了5%,假设5% 那实际上我们认为他应该是低于2% 那是不是已经出现了 下跌,或者是我们叫经济收缩 从目前来看 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但是毫无疑问,我认为是一个 非常低的增长 那所以就是你说啊这个跌4%、5% 跌4%、5%我看不到 但是我认为是低于2%的增长 那也有可能是零增长 但是问题当然我没有算过这个事 所以这件事情 不好讲 但是就是 为什么是4%、5%都是针对国家统计局的那个框架而言 这就隐含潜,这就隐含潜 真实的情况当然不是4%、5%的这个情况 观点认同邓小平及周恩来的看法 台湾问题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处理的 我们只要发展好自己 其他交给后代 我觉得也是 台海维持现状 如果你没办法,这件事情之前有人问过我 就有人问过 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是这么觉得 很简单 如果你要希望中国大陆,中国大陆需要台湾跟台湾统一 那你要征求台湾人的意见 台湾人要是不同意的话 这件事情不应该发生 这个很简单 为什么 你要他愿意才行,他要是不愿意,你为什么凭什么去统一别人 你共产党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你凭什么说你对他有 有主权的要求,这个没有道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就没有 没有一天统治过台湾 所以这件事情 所以 台湾人民要是不同意,这件事情不应该发生 那怎么办 留给后代再说呗 观点,台湾问题只要中共自己放得下,就不会有台湾问题,本来就没有台湾问题 我不认为有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中共的问题 不是台湾人民的问题,也不是台湾的问题 是中共的问题 观点,台湾问题是指台湾的存在 对中国来说是个问题 台湾对于中国来说 没有回归一说,一直是侵略,是的 提问,请问王水怎么看民主党 全票赞成罢免中原议长麦卡锡 麦卡锡是赞同两党合作的 麦卡锡什么时候赞同两党合作,没有 麦卡锡 麦卡锡是非常 非常 非常强硬派,麦卡锡是强硬派 民主党肯定会赞成啊,我认为民主党一定会赞成,赞成罢免他 因为民主党不喜欢他 所以麦卡锡 我之前我们开会,我们跟同事开会,我当时就说,我说麦卡锡 就麻烦大了 为什么,因为 都不喜欢他 共和党里面有人不喜欢他 然后民主党肯定不喜欢他 所以 麦卡锡如果共和党 有人 有人要罢免他 他就危险就大了,因为共和党,民主党肯定会赞成 观点,买吸音材料布置在办公室,效果会提升几个等级 OK 我们还需要吸音,我们有回音吗 还好吧 没有吧,有吗 提问,逮捕许家印是否也是另外一种化债的尝试 通过威逼债权人认亏 缩小偿还债务的 额度 毕竟这种模式跟比起赖账而言 对信用额度影响是截然不同的 这种模式一旦成功,这样后续对 地方债的化解有更多的操作空间 那 要搞清楚 债是谁欠 债不是许家印欠 债是 中国恒大欠 第一个搞清楚 债券 这个欠债人,欠债人是谁 欠债人是中国恒大,这是第一个 第2个 威逼他认亏 公司亏损 跟他欠债也没关系,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公司如果亏损 那就是公司的问题,公司经营出了问题 他会亏损 那么公司借了这么多钱 那就是这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所以我不知道你说什么操作空间 操作什么空间,我不认为是这样 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逮捕许家印,逮捕许家印是因为 我认为逮捕许家印的,如果你看了我们的节目你应该知道 逮捕许家印的认为应该是中国政府认为 恒大已经不可能对境外,就是美元债 进行重组了 已经没有这种可能性 为什么 因为他还不起钱 因为 重组需要的条件 他已经满足不了 他如果满足不了的话 他就,因为他不能够 恒大因为有诉讼 有诉讼 因为有诉讼,那怎么办?恒大就不可能出新的票据 不能出新的票据 他进行债务重组就没有了条件 因为他要进行债务重组,你比如举例 你原来有一笔债券 这个债券你还不起,现在还不起,到期了 那你怎么办 我开一个新的 票据给你 延期到三年后 给你,你把那张票据还给我,我们进行一个交换 叫 叫什么,叫置换 那这是一个处理这个重组的一种方式 那你如果你有形式,有这个诉讼 你就不能够 签发这个票据 你不能签发的票据,那你重组 不就等于 没有条件了,所以 既然你没有条件进行境外债的重组,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恒大会被人申请破产 那既然恒大会被人申请破产 那我还让你在那边逛怎么逛,直接把你抓起来 就是一个这样的原因 跟这个没有关系 观点,池浩天出现在国庆晚宴,证明习近平对军队的控制力 控制不力 急需池浩天为他站台 我觉得更多的是安抚 不是为他站台,池浩天不会为他站台 为什么 因为元老都不高兴 观点 从香港五十年不变到国安法,从开幕式上的中华台北 到中国台北 中国的一句话都不可信 没错 中共的一句话都不可信 标点符号都不能信 台湾从实施普选的那一刻起 就封死了对岸统一的机会 从收买少数人变成了收买所有人 所以民主 是土共 最大的敌人,说得非常好 没错 民主 是土共最大的敌人 这里面还有一个理由 为什么 中共要统一台湾 而且觉得这件事情越来越急迫 其中有个原因 这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一样的 乌克兰正在走向民主政治 普京无法忍受旁边有个民主政治,而且他的生活比他越来越好 对他来说是个极大的威胁 习近平也是一样,你看台湾 这个台湾的社会越来越好 那怎么办,很多东西 没办法对比,一对比起来那不得了,所以还是要统一他 这也是个其中一个理由 鸣谢,谢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